台湾的面板双虎之一群创科技 现在不只要转移生产线回到台湾 昨天上午董事长段行健 还在南台科大与日商 共同打造亚洲第一个自动化实验室 并与南台湾四大技职学校签约结盟 第一请接采 台南市长赖清德和群创董事长段行健 共同接采 见证亚洲第一个面板自动化实验室启用 将业界的自动化生产设备 通过与南台湾四大技职学校结盟产学合作 让学生提早熟悉 减少未来就业时的学用落差 有学到非常多的电路方面的设计 以及debug 然后有一些软体的撰写开发 对 那这跟学校不一样的是 因为学校都是往理论方面的钻研 那来公司才发现说 食物要怎么跟理论做结合 产学的合作呢 可以让学用没有落差 可以进到公司 他可以一上班就上路 然后就为公司带来 这个生产的竞争力 以培育南台湾自动化研发人才为目标 在竞争激烈的面板业维持优势 企业家希望透过落实人才培育 打造台湾第一个光电聚落 创造造造元产值 新唐人亚太电视 廖立芬 谢淑芬 台湾台南采访报道